最近一座10万平方米的智能联动温室大棚 在北京海淀区前张村建成投产 这也创下了京津季地区单体温室面积的新记录 除了大之外 这个大棚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科技感十足 咱们一块去看看 翠湖智慧农业创新工厂 是京津季最大的单体智能温室大棚 全部起用后将达10万平方米 以生产加科研两种业态为主导 形成以设施农业为核心的 现代农业示范模式 温室内配备了有环境的传感器 还有咱们水分含量的传感器等等 一系列的传感器 比如说天窗 高压喷雾 都可以根据我们温室内的相对湿度 温度的变化 来实现我们环境的自动化的调控 包括我们根部重量的传感器 可以监测植株的水分吸收的一个状态 那么通过我们的控制系统 那么经过自动计算之后 可以精准地去灌溉到 每一颗植株的根部 实现我们生产过程的智慧化管理 智能温室采用无土栽培生产模式 和全程数字化管理 一期工程试验栽培的 温室番茄开始挂果 与传统种植方式不同 这些番茄秧 根植于长方条状的椰康土壤中 通过管线和传感器 精准控制番茄生长的温度 湿度 通风 光照等环境条件 椰康是椰壳的内纤维 经过揉脸 经过抽丝形成的 那么这个机制 更适合这种标准化的管理 没有其他的杂质 它是可降解的 对生态没有污染 可以实现循环利用的一种机制 按照北京市十四五时期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 到2025年 北京的蔬菜自给率 将从目前的10% 提升至20%以上 相当于在目前基础上 要提高一倍 这就需要更高效的设施农业 在翠湖项目的智能温室大棚里 番茄一年的生长期 长达10个月 中大过程的产量水平 应该能到每平方米的40公斤 这个产量水平 是目前咱们传统农业的 目前的三倍 甚至还要高 未来我们预期 五年之内的产量水平 能够突破50公斤 这个项目还运用了 多项国内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 国产化率达到80% 目前我们温室的核心的结构 包括咱们的装备 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系统 是国内的团队进行设计 实现了核心设计的国产化 包括我们植株的 标准化的管理技术 水肥的灌溉的 精准化的调控技术 我们都是依靠国内的团队 实现了栽培技术的国产化 目前我们植株 已经引进了 有将近30个国产化的品种 在我们温室当中进行筛选 我们下期见到核心设计的地匯 我们下期见到核心设计的地匯